请收看惠律法师冯雪讲座 所以无所得这个规是就是一切法统统无所得 你要觉悟 何时佛法不是要来叠东西是要来奉下的东西 如果说你能够好如果你想从我这身上得到什么就错 学习佛法不是说我师父身上得到什么 学习佛法就是要从你的身上放下不必要的分别跟执着 这个最重要 这样你本身你自然就开发出来 你来这不是要叠到什么东西 是要奉下你那些无必要的接着 因为无法可叠 如梦中金布 做梦 梦金啊 这个 求着金嘛 穿得真碎啊 去幼是不可得在呢 种种浮得 未对环境 环境不行 浮得和幼呢 意思是凡情 简单讲就是分别执着颠倒妄想八个字 你如果不颠倒 如理之如实之 不颠倒 不妄想 妄想就是每天都怀念过去 期待未来 对现在的时间白白的浪费 啊 活着的时候 觉得说哎呀你今天做什么 哎呀我很无聊 哎呀他还有无聊的时间呢 我们在笑死人了 我们修习佛法的人 这静静都来不及 他还有无聊的时间 还有空闲无聊 这不可思议的 妄想颠倒分别执着 通通放下 哎 本性的显现出来 但净凡情 别无圣洁 你们古早上三书的说 但净凡情 只要你除掉凡夫的那些不必要的执着 别无圣洁 没有另外的圣能呢 圣能就是在你那一念之间 但净凡情 别无圣洁 你说什么叫圣能 嘿 凡夫所分别执着 颠倒妄想通通没有 他就是圣能 他就是圣能 他就是圣灵 圣灵有什么假? 没有啊 没有啊 圣灵有什么假? 圣灵有什么假? 通通没有 也就是放下不必要的错觉 啊 所以环境不幸不得和有呢 所以无为 无医 无区别 不惜如空话 哎 无医 无所为 也无所其灭 其就是生灭 不惜如空话呀 好